大哥,网上说有一老太太,仨闺女一儿子,然后把钱都给她儿子了。 这件事您怎么看? 我看了那天,老太太把两套房子还拆迁款都给了儿子了。 老太太病了,要求去闺女家住,闺女就给拒绝了。 那这太现实了。 咱说中国重男轻女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,是吧? 闺女也是你的孩子,儿子也是你的孩子。 而且尤其是妈,要病了,谁去啊?还得闺女去。 是,照顾的戏。 那方便啊,对吧? 是。 但是你东西都给了儿子了,让闺女来照顾你。 你本身不尊重你自己的闺女。 咱说实话啊,很多年前我碰上过这么一件事。 坐电梯,一个人啊,女的,生了个儿子。 是。 哎呀,坐电梯里头,哎呀,炫啊。 哎呀,我生儿子了,我记得了。 哎呀,还说了三遍。 最后我们一大哥说了一句最实在的话。 那大哥呢,本身是一闺女。 说我看你,你妈就没记得。 哎呦,为什么呀? 因为生了你了,你是闺女啊。 哎呦,这是逻辑性思维嘛,对吧? 所以说好多东西现在吧,咱们这么说吧。 嗯,你也别想拿你丈母娘当妈。 哦。 哎。 这他也别想拿你当儿子。 这毕竟不是亲生的嘛。 对,所以说现在中国人有时候,他假亲亲呢。 哎呀,你是我儿子呀,你是我儿子呀。 你说那您那房,有我的吗? 那没有。 哎呦,你这不扯吗?你说说。 啊。 是吧,所以说,就说中国的一种那个,文化里有一种虚假的东西。 是。 是吧,你看你媳妇叫你妈你爸,叫爸妈,那就是客情。 哦,是。 对吧,出去他得介绍,他不能说这是我爸我妈,这是我公公,这是我婆婆。 对,按老理来说。 对吧,你说这是我爸我妈,那他生你养你,那是你爸你妈。 是,他毕竟来讲血缘关系在这儿了。 对,你想你们现在结婚的话,都三十多了。 是吧,你三十多岁结婚,你才认识你丈母娘,她才认识她的婆婆。 是啊,属于是吧。 哎,这张可就是,你是我儿子,那你是我闺女,那不是扯吗?你说说。 确实是。 是吧,一说正经了,就没了。 是。 你是我儿子,我是你儿子,你把房给我,那不给。 是。 我给我儿子,哎,我不是你儿子吗? 嘿,嗯,嗯,嗯,还有本事自己去挣去,这东西。 这北京啊,这老太太,真的真的就这样,你知道吧? 是的,大哥,我没听说过说,我娘说,分有几个孩子,没说把这房产有姑爷一份的。 对啊,有闺女一份正常。 对啊,所以说啊,这个人啊,还是实在在点儿好。 别玩儿虚的。 是啊。 虚的有时候害人,对不对? 是。 你好多东西一张口都是,哎呀,我已经看见那个。 嗯。 见了这个,这大儿子,那个二儿子,跟你有什么关系啊? 呵呵呵。 你就没见过那那那那自己妈躺的医院不去伺候去,到跑人家去了。 你就是我亲妈。 后来我说,我说你妈在哪儿呢? 医院呐,我说你不去医院看你妈的,你跑这儿干嘛来啊?我天的。 你就是,真的很奇葩中国这事儿,你知道吧? 是啊。 人家那位利益,就是变得都不要脸了。 哎哟,他跟您说这真是。